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两层楼高仓库 2号晚上11点半突然爆发大火 当时里面正在举行一场电音舞蹈派对 现场约有50到100人 消防员奋战了5个小时才扑灭大火 初步证实大火导致至少9个人罹难 另外大约25个人失踪 当局遇见 随着消防人员进入仓库搜寻 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到40人 我们已经开始搜索 我们必须停止去准备建筑 因为当我们进去 我们开始看到屋子和建筑移动 所以我们必须折到我们人们 在这段时间 我们只能够折到一位选战 所以这场场上是一个轻轻的过程 我们预期待在这里 最后48个小时 凯利警官指出 警方正式不清楚 失踪的25个人当中 是否有人成功逃离了火场 或是提前离开 还是自行去了医院 人们正在透过面子书 互相联络 当晚可能会出席派对的人 奥克兰消防队指出 确认死亡的9个人当时都在楼上 由于仓库的楼梯是木制电板 加上二楼没有明确的出入口 导致大火发生时 二楼的人来不及逃生 因此消防局推测 这一定是一个急速蔓延的大火 受害者据之只有二三十岁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失火的原因 不过根据网上登记的物业记录 发生火灾的仓库业主曾被通知 仓库里有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垃圾和杂物 爱的比起综合伙吧 找到那些位置